宠物入脸室也好,冰葬室也好,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一个职业 今天我们的宝贝是一只小梨花猫,它叫小梨花,那您来当它最后一天的家长 到店之后呢,会有一个遗体的清理,然后再加告别仪式,最后会给它进行一个火化 那接下来我们今天先体验怎么布置告别室,那您跟我来 就在这里面有个告别仪式是吗? 对,这是我们的一间告别室,我们今天先来体验怎么布置它 这是我们的一封告别指南这里,然后把这个呢,我们放在这 然后把这个我和它的册子打开,准备好新的一页 日期是要翻的,是当初告别的日子 告别的日子是吗? 对,然后在底下铺一圈 就围着这个花的这个 对,围着这个花铺一圈 我们用白菊在上面做一些点缀 像这个呢,是它的一个遗像,我们要摆在前面 我们告别室就算布置完毕了 那下一步呢,我们就是要给它做一个遗体清理 在这里面吗? 对,它现在身体还是有点柔软度在的 我们要把它抱在这个清理台上面 我来吧 好 它硬的 很好 很厉害了 对,我们给它放在这个布上就可以 好可怜 好可怜 局部哪儿是伤的,是需要清理的 然后我们用我们的免洗泡沫 还有十几斤 给它进行一个擦拭 清洗 清洗完之后 用吹风机给它吹干之后 把毛给它竖顺 现在清洗完就是放过去 对,就可以把它抱过去了 合照 他们很治愈我们每一个不开心的瞬间 他们的生命也值得被尊重 被爱 就跟人一样